宝君 你说是谁要倒大霉了 谁害会贵人就是谁呗 只可惜华妃她自己还不知道呢 不过夜长梦多 说不定过上一夜 皇上就不生气了 你说她若是知道了会怎样 按华妃的性子 要不是找年大将军 要不就是即刻杀了刘本 然后到皇上面前哭诉求情 是啊 她只要一闹 皇上想不生气都难 刚才经过易坤宫的时候 里头可还是安安静静的吧 是还安静的 不过以前宫里她说了算 现在让不让她安静 小主说了算 那还不快去 易坤宫 娘娘 您在开医院就一直找一束茶药性 回来还要看 如今这都快易坤了 娘娘您还是先歇息吧 您看您呢 眼睛都熬红了 你说那么多废话 就再去找几只蜡烛来 是 娘娘坏了 刘本找回来了 什么 刘本找到了 谁找到的 在哪儿呢 奴才一概不知 奴才是听见安长才身边的宫女 和咱们宫的小丫头说话之才知道的 安长才 那便是真还做的 易亡废话 连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太医都戳不掉 娘娘伤岩勿躁 刘本机找回来 她定会供出会贵人之事 娘娘与其生气 不如静下心来 好好想想对策 快 快 快去告诉哥哥 娘娘 这个时候 宫门已经吓死我了 皇上若是震怒 即使年大将军来了 怕也不好干涉皇上的架势 那怎么办 武功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江家两兄弟 也不能夺善其身 周宁海 去叫他们两兄弟把队给本宫闭严肾 一早就去禀报皇上 说本宫病重 要是本宫病重 念皇上也舍不得将一重 奴才明白了 怒才马上去办 娘娘忽住他人之口自然不错 可是 若要想皇上回心转意 不能只靠皇上念及旧情而心软 更要给皇上他此刻最想要的东西 皇上 要罚娘娘自然是命娘娘有罪 有罪当罚 有功便当少 皇上此刻若能立下一件大功 将功赎罪 皇上有了台阶下 也能替娘娘堵住悠悠之口